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然后我是你们的魔笔游戏超级模特T一台选秀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的小米和我们的小家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要给大家继续带来一个 我们魔笔游戏的这个选秀节目 然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小美女 有我们的Lisa,我们的Lena,还有我们的Anna 我们的三位候选人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以及呢,我们的另外一边 我们另外那一边呢,就是要从三位当中选出我们今天最漂亮的一个小模特啦 好多好多漂亮的姑娘啊 那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还有我们的Bianca 好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第一次的一个照相 那不知道你们会喜不喜欢呢 然后我们是要跟大家和这边的一个这个气球给她进行一个照相 那我们要在气球旁边摆各种各样的pose 然后是摆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小小的造型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嘞 那好啦,我们第一位候选人呢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咯,Lena 那么我们就开始啦,准备好 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表现 表现这个,嗯,难道我要穿鞋子吗? 还是不穿鞋子呢? 哦,好麻烦呀 我终于,终于把它穿进去了 嗯,我终于是穿到了这个小气球当中 但是呢,好奇怪 那我应该是怎么样去表现它呢? 或者我怎么样去把它走到台梯台上呢? 那好吧 我们现在的比赛就要开始咯 棒棒,特别不错 咔嚓咔嚓咔嚓 下一位,Lena 哦,不错不错 哎,你这个造型做得非常的好哦 然后眼神也特别的不错 那Lena呢,你看起来特别的棒 嗯,我觉得我的手被卷到里面呢 嗯,救命救命 哦,难道这是想要表现一只美人鱼吗? 嗯,还是比较有趣呢 好了,非常的棒 你做得不错 谢谢你,Luna 现在我们下一位 哦,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位候选人啦 然后现在是我们要跟大家呢 来展示一个难道就是我们的长发公主吗? 嗯,你的头发,小心你的头发哦 现在千万不要把你的头发卷进去咯 哦哦哦哦,我的天我的头发 嗯,这边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这个 嗯,好玩的小游戏啊 那么我们可以先来展示一下 如果下次的小朋友还想见到我们的第一位候选人呢 就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留一个1 这是我们的第二位候选人 嗯,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留个2 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我们的第三位呢? 第三位就是我们的Lisa 如果想看到她的话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的Lisa投上一张票 以及我们的4号,我们的4号呢是Anna 我们的Anna的话呢,也是一位来自于美国的候选人 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们的5号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5号的这个下方 给她去进行一个留言和投票 好啦,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是在视频下方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的开心,看得愉快 下期再见